過去本來曾經有幾大重要的孤節建築 因為火災受到嚴重的損害 所以今天中華館小航教第三大堆與文化教合作 第六天兩三四辦理孤節唱歌演練 希望最有演練共華廟風頂園主主風災的觀念 評判文物和建築物因為火災作成嚴重的損心 有後提醒孤節建築主主風會好靈 為了以後本來共廟孤節的安全 小航教是特別來到六港龍三四辦理這一個唱歌的演練 透過時代演練 讓別讓另外人實在意外發生的時候 應該有的經濟應變作為 今天我們很感謝我們龍山市的我們司組委 還有委員還有我們總幹事 跟我們消防局來配合 那我們這次的演練也跟我們文化局 一起來共同來辦理我們這次的龍山市的消防演練 那這次演練主要重點是在於 我們農山市平常有一些工作人員 那我們希望工作人員能熟悉整個一個滅火的一個程序 那所以遇到這個火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把它組織起來 所以我們這次把他們的工作人員做一個編組 包括滅火 這個還有避難 還有這個通報 另外還有一個文物搶救 也要有一個重要文物 我們可以把他即時把他搶救出來 那這次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也建議我們委員會這邊來購置一個 檢疫型的高壓細水物的一個設備 那平常這個設備可以用來 澆花清洗這個地面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因為他是屬於高壓細水物 那可以來做一個出席滅火 那譬如說有時候滅油器打不到這個 高那個上方的這些火點的話 那這高壓這個細水物設備 就可以來即時來派上用場 所以我們這次的演練 我們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說 我們推動我們這個5G 還有歷史建築物的一個自主防災 我們希望把這個整個災害這個做到防範 還有降低它的一個損失 這次小鳳演練 廟方很多人員都做會產物 希望就由演練 跟清品車強化組組洪災的關聯 因為我們是一級高級 我們對小鳳真正注意 你來演練一下 我們裡面一個董事 會知道 我們一級高級一定要 保持這個 風災的這個 風好的這個 希望我們 就這個機會 會讓我們來 讓我們一個影響 還是我們裡面的一個董事 我們可以了解 來保護我們一級高級 大地獎師信仁表示 各個怎麼快速的救災 都比不會過災害 發生進展的以後工作 希望就由七少演練和選擇 讓更多民眾願意 當時阻止豪災議題 另外第一經濟是以後方便 也能算用適當的打火設備 來降低高級文部的修順 這次有以後 定規的力數文部和高級 原則文化風在六港優先觀光環境 新宗華新聞副電前六港 蔡宏博德 谢谢观看